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来到HKG 报视角时间 今集想和大家讲一下 列举真相出破黄人避害妄想 2020年6月30日晚上11点 香港国安法生效 反众乱港的阴谋彻底宣布失败 黄人没得出来捣乱 没得发挥 就好像转职做了怨妇 开始出现避害妄想 以为政府会学切他们 以黄男去区分市民 什么都是男人会优先 不是男的就会什么都没他们份 有部分黄人更加怕要离开香港 其实政府哪会这么有空分来分去 黄毅人郑忠基的经历 就是一个好例子 8月22日 郑忠基在Facebook出了个post 很高兴地说 铁柱磨成针 由2022年中秋开始 每个月入址申请红管档期 最终成功获批 可以在2024年2月开演唱会 红管是欺缺资源 很多人争 自然很难申请 红管不是好像黄人所想那样 是男人限定 就连黄到出执的郑忠基都申请到 郑忠基长年高调表达对政府的不满 是黄型的icon之一 他当年发表过不少反国教的言论 2015年7月28日 当时还未是医卫局局长的劳宠茂 在港大校委会举行例会期间跌倒 郑忠基竟然发帖讽刺系演戏相当凉薄 2019年郑忠基拒绝做护其手 还在那年12月停用微博 疫情期间 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港座教授林大庆 说香港接种率低 港人应感到羞耻 郑忠基就骂林教授 打手都做不定 怎么做教授 对接种疫苗很有恶意 可以看得到郑忠基根本就是黄到极 在黄人眼中 黄到极的人是会被政府封杀的 但如果真的有打压有迫害 郑忠基申请洪管 开演唱会又怎会批 又例如每日在大气电波 都有心黄的主持人开麦 照样讲他们想讲的东西 内容指桑骂怀的有 兜口兜面骂政府又有 无聊风刺的亦都有 但他们又是一样日日出现 政府官员受到邀请接受访问 不一样想给你们摘 究竟迫害了什么 打压了什么 事实是只要你不犯法 法律的存在只会保护你 不受迫害 而不是部分黄人幻想出来的 法律来迫害你 亦好像今届立法会 反对派政党例如 好像民主党没有派人参选的 那当然不会有选入议会 而以非建制派自居的迪志远 肯出来参选 那便可以顺利当选 事实就证明 只要肯去试 就一定有机会 但试都不试 就走出来说人家不预理 那便是你的问题 黑暴的时候 如果你和暴徒的政治立场相反 你出街可能被人打 被人喷油 甚至被人扔汽油弹 但当社会回复正常 无论你有什么政治立场 只要不做违法的事 谁这么有空走出来打压你 每个人都可以遇上生活 立场不同 最多便不聊天 顶多便不支持你 就是这么简单 香港没有变 变的只是黄人 他们因为在黑暴输不起 于是要尽情地抹黑香港 其实香港依然是一个 有很大自由的城市 只是有些人扮看不到 希望黄人快点醒 不要再活在自己幻想出来的 被迫害恶梦之中 否则你都是害己害人 今集的HKG报视角到此 下星期再见 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 记得留言、赞好、分享出去 支持和订阅HKG报频道 按下这个小钟 那就不会错过我们任何一条新片了